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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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大家好 我是卡喵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現在人在新災橋 我現在要去吃一間 Google評分有4.7分的一間咖啡店喔 叫Vero Coffee Roaster 走 這間位在大阪新災橋附近的咖啡小店 成立於2014年8月8日 2019年亞洲前50大咖啡店 排名第43 我們可以看到店面非常的小 座位數量也不多 但是人潮卻絡繹不絕喔 我可以選擇冰 我剛剛點好餐 我點了一杯熟蔥 然後還有一杯拉鐵 然後都是冰的 因為實在是太熱了 這是它全部的豆類的品項 越下面的是越不酸的 然後越上面是越酸的 左邊的話是比較輕挺的 就是它味道會比較淡的 然後到右邊的話 它是比較濃烈的 所以這張圖表 你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說 你想要點的是哪一種豆類 那我剛剛點的是這個 伊索比亞的 就稍微是說它的 味道比較沒有那麼濃烈 但是偏帶有一點點酸味的 點完以後呢 它會給你一張那個小卡 然後它背面會寫說 它豆子的 在這個XY軸的一個定位 然後還有它沖泡的器具是適合哪一種 所以我覺得它是覺得這個巧思很好 很讚 然後它的拉鐵是只有分兩種 所以它點的是一個Expresso的混豆 那可以看到 在後面有它的象限 它象限就是在於說它的味道比較強烈 但它酸度是比較低的 不過店裡面稍微有點熱 然後剛好遇到是他們的五週年紀念日 所以它送我們一個他們的週年紀念的扇子 還有一個報紙 它這個報紙裡面有各種豆類它的風味耶 我覺得這個咖啡公報非常有趣 我剛才在閱讀這個報紙 就是它這個品牌經營呢 是蠻有它的想法的 每一年它都有它的標語 像2014年它是寫 Life is short Surrounding yourself with good people and only drink a good coffee 然後2015年呢 是人生勝前 然後2016年它調語編的Life is colorful 然後2017年是This is Osaka 然後2018年是 Make my own coffee 蠻厲害的 它有它的行銷手法 但是它又不是一間非常規模大的咖啡店 我覺得 像這種咖啡店喔 我覺得多多支持非常好 這個符號好像幽局喔 對啊 Lilo Cohe 所以它是Lilo Cohe喔 不是幽局喔 不是 不是 人生不過是一瞬間的事情 偶爾將自己沈澱在一個咖啡的小店 聞著那咖啡的香味 看著咖啡慢慢的旋轉 也是挺療癒的 我們現在就來喝喝看說它的咖啡到底是不是真的很好喝 好氣氛的感覺喔 有一點檸檬 然後橘子的味道耶 好清爽喔 它的酸味跟藍瓶的酸味不太一樣耶 是一個入口有一個很清新的一個檸檬感覺 我覺得是有一點點那一種 氣泡酒的感覺 我覺得很特別耶 好爽口超爽口 然後 我覺得 它的豆子比藍瓶的豆還好喝 說真的 真的非常好喝 那我來喝一下 小新的看看 你的Laté是什麼 風味強烈的Laté 喔 風味真的超級強烈的Laté 味道超級重烘焙的感覺耶 就是那種苦的巧克力味很重 我覺得還蠻有特色的 另外我們也點了食物 我們點了一個Laté 我本來以為它就是像大橫堡一樣的Laté 沒想到其實它還蠻漂亮的 而且重點是 連Laté 都會有卡片耶 可是我們也有 同樣也有這個卡片 吃一下這個熱口看看 麵包稍微有點硬了 我覺得整體的 熱口調味是非常的好吃 這邊的裝潢瓜芥末啊 它是醬料搭配的 那個鹹甜深度剛剛好 滿酥脆的可頌耶 比那個國泰機場鮭咪式的皮膚還好吃 它整天的裝潢是非常野文清風格 然後一個小店的感覺 就是到處都是有一些他們自製的一些報紙啊 或者是一些他們做出來的一些飾品 對 店的風格非常的棒 有點像是 早期的卡瑪咖啡的感覺 然後現在卡瑪咖啡已經有點商業化了 它已經失去這種味道了 這個手沖咖啡真的很好喝 可能明顯喝出它的那個風味 不像上次我上次介紹藍瓶的各種豆類 其實我都喝不太出來它的差異性 真的好清爽喔 真的超清爽耶 它這個Menu啊 不管是黑咖啡啊 或者是說就是有加奶的咖啡啊 它價錢都是一個range 因為它讓你選嗎 對 所以它讓我選說哪一種豆類 所以變成是說其實我也不知道我們喝這個多少錢 而且我覺得這間店啊 它老闆英文非常好 就是它來的客人幾乎都是外國人 然後它的英文非常流利 真的非常厲害 我剛才算一下我的那個錢 其實我 我知道為什麼我剛才的那杯這麼好喝 我覺得超越藍瓶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我剛才隨便亂點 我點到的是這個Isorbiya的Geisha 它的日文發音是異季的意思 然後我這一杯是要一千塊日幣的 為什麼它是叫異季咖啡豆呢 是因為這個豆子呢 是在Isorbiya的一個Geisha Mountain 然後這個Geisha Mountain 其實是發音剛好是異季啦 然後暱稱成是叫異季的一個咖啡豆 然後它等級是很高的 所以我那一杯是最貴的 是要一千是超出這個 它給的Menu的區間是350到750 難怪那杯這麼的好喝 但是它的豆子非常貴 它200克就要3850塊 這個真的 有沒有喝起來會有一種 感覺很像是喝生皮的感覺嗎 我覺得有一種感覺是 你喝完那個覺得哇 好爽好想要再喝喔 這個豆子絕對不能浪費 好啦那今天的Lilo Cafe Roster的介紹呢 就到這邊結束了 所以如果以後大家來大阪 新塞條附近的時候也可以不妨 早上來這邊喝一杯咖啡 它的咖啡真的非常的不錯 我覺得是超越藍品的一個風味 好那今天影片分享就到這邊結束了喔 那大家記得訂閱分享按讚 我們下回見 掰掰 掰掰 今天也買到咖啡豆了 我們已經大袋咖啡豆了 超超多耶 好期待我去跑喔 如果想要喝的話 來我家喝一下 我衝給你們 我的天啊 謝謝 謝謝